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的頻道 今天是新鹿谷物語的第29集 哇 今天是夏天了耶 這個音樂聽起來也特別有活力耶 這個夏天到了 兔寶寶 這個 你可能會熱厚 那怎麼辦呢 幫你換個位置好了 來 哇 寶寶滿了 什麼 我的兔寶寶去哪裡了 等一下 我的兔寶寶呢 這個不是吧 你不要把兔寶寶吃掉喔 哇 幸好 兔寶寶你回來了 我有失去你啦 嚇我一跳 剛路邊都沒看到他 好 兔寶寶趕快幫你放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給你放到這裡吧 坐在窗戶邊 有沒有覺得十分的涼爽呢 怎麼樣呢 旁邊還有一盆盆栽 還不錯吧 好 我們來開一下電視囉 這個 明天氣上一包怎麼樣呢 明天是晴朗的好天氣喔 那我們聽一下這個 騙子 是的 是的 啊 我感應到有一個新的觀眾 正在觀看我的頻道啊 這個是一個年輕的小姐 來自這個新木谷 歡迎歡迎 這個騙子你這個說這個話 你以為我會信你嗎 好啦 快講啦 好 我今天運氣很不好 我知道 還有呢 生活巧嘗試頻道 他說夏天到來囉 那伴隨著夏天呢 我們可以種植很多新的農作物喔 還有這個啤酒花耶 可以種植耶 那可以來釀酒囉 哇 感覺不錯耶 太好啦 不過我們食物們都死翹翹了 哇 感覺好可憐 好 我們把這個 欸 我們的這個去哪裡啦 那個鐮刀呢 那這裡嚇我一跳 說鐮刀都不見了 好 我們順便清一下包包囉 這個礦石類的放這裡 這個礦石類的 這個有捐過了嗎 有 那我們這個石英還沒有捐過喔 好 我們先整理一下包包 這個是這裡的 然後這邊呢 雜物放這裡 還有這個木棒 哇 這木棒很強耶 9到16的攻擊力耶 目前我們這個鐵劍 上次拿到鐵劍是4到8 原本的是2到5 所以說這個比 木棒比真的還好喔 哇 好的 這個以後知道囉 這個以後我們可以帶著持續用了 這個就可以退休啦 持久的鐵劍 還有我們的炸彈留著 還有我們的這個 古老的種子 就可以捐給Gumper耶 所以說我們有三個東西可以捐給他囉 那可能我們會有獎品耶 那我們這個可以放進去囉 銀牌都賣掉了 這個也先放進去 那我們這個呢 胡蘿蔔放進去 這個白色的這個藻類放到這裡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可以賣掉囉 那我們把這個要捐給Gumper帶走好了 有這個一顆石鷹 還有這個古老的娃娃 娃娃跟你告別啦 感謝你昨天陪伴我們前往這個 地下的20層 辛苦你了 果然是用你的加持我們才能到的 是不是 好 我們這個把它賣掉喔 這個銀牌的這個 哇這個 植物箱後面的那顆 永遠撿不到的那顆 Leak 終於消失了 真的是嘲諷我們 嘲諷了一個季節啊 痛苦 好啦我們來整理一下家園囉 家園有夠混亂的 這個銅條可以再燒一個了 這邊然後這個放過去 好我們就把這邊全部 辛苦你們了 陪伴我們一個季節農作物 這個 只好跟你講拜拜囉 歡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 明年同一時間再見啦 這個呢我們把它弄掉囉 這顆暗眼的石頭 還有這邊的木頭也把它砍掉 欸我們的斧頭咧 奇怪我們的斧頭還在裡面嗎 嗯 在隔壁嗎 對我們斧頭在這裡 然後把這個也砍掉 還有這個辛苦的植物們 聽音樂好了 一大早聽的直滴 啊可惜只有一種樂器啊 希望之後有不同樂器啊 就可以來個交響曲 好那我們先放這個狗狗 狗狗早安啊 來請喝水 那我們今天夏天到囉 我們先勺皮兒 買一些新的種子吧 那我們這個放家裡 這也是 還有這個 那我們這個 用不到的這個工具 先暫時放這裡囉 好那我們就走囉 我們去找皮兒囉 我們要前往買這個 夏天最新的 最新流行的種子了 哇感覺真的感覺很熱耶 地上都比較黃的感覺 有種炭很大的感覺 拿到一本書喔 旁邊還有什麼 小花耶 哇 太好啦 好那我們繼續往這個城堅走囉 皮兒我來啦 這個夏天能做霧雲準備好了嗎 又一朵野花耶 拍好囉 這個夏天音樂感覺好有活力喔 有一種熱情奔放的感覺 既有任務喔不錯 今天有誰的生日嗎 沒有 對耶我們這個心情要送東西耶 忘記準備禮物了 Linus還說我需要個新鮮的一個小麥 這個 我們好像還沒有耶 這個經濟才剛開始 我們來不及中耶 嘿 Marnie 你怎麼來啦 Marnie說我真的好愛動物喔 親愛的Catherine 請好好地對待動物 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了 對我這個夏天呢 我還希望說我可以蓋起來一個雞舍 這樣子我們可以養幾隻雞囉 就有新鮮的雞蛋可以吃了 好那我們來跟Pierre買吧 Pierre有什麼東西呢 哇有香瓜耶 那我們好像需要這個吧 失去中心需要這個金牌的香瓜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我們再種一些囉 香瓜我們先種個幾個呢 種個 嗯 種個幾個啊我想一下喔 種個18個好了 看能不能出來5個金牌囉 然後番茄不錯耶 番茄種個5顆吧 還有藍莓耶 藍莓多種一些囉 藍莓只要一手成的可以一直掌心的耶 那藍莓我們種個20顆吧 還有辣椒耶 剩一個最愛 也給他買個10顆囉 還有這個小麥 小麥的話呢我們也買個 哇小麥超便宜的 買個20個吧 20個也才200而已 還有這個小紅色蘿蔔耶 然後買個10顆囉 還有什麼呢 哇還有這個花耶 這個POPPY就是那個 四朵那個紅色那個花 不過不確定它中文叫什麼 好買個10顆囉 哇還有這個耶 也是一種 睿睿的花朵喔 還有不同的顏色耶 那我們一樣花朵 欸錢不夠了 想說要買10顆 怎麼辦呢 我還想買這個耶 我想要買這個 啤酒花耶 哇 那我們這個賣一些吧 嗯這個我們可以買個5顆囉 錢全部花光 我們上日虧買不到了 還有玉米耶 玉米還可以 截止到秋天還可以繼續生長耶 感覺我們可以多充點玉米耶 糟糕 錢不夠啦 好吧沒關係 其實我們家裡有超多東西可以賣的 我們明天把這些東西賣掉 我們再來這邊 再買一些新的種子囉 哇夏天到的感覺真好啊 那我們去海邊搜刮一點東西好了 看我們貝殼囉 如果貝殼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去找皮爾 再買一些新的東西囉 嘿村長 嗨村長 忘記看你講什麼了 好 Alex 你在海邊喔 Alex說 嘿這個夏天真是一眼當中最好的季節啦 真的 夏天讓你覺得神經氣爽 哇海邊還有這個耶 還有海苔毛巾耶 來這邊做一下日光浴嗎 不過可惜我們有點忙碌啊 可能是要等一下再來囉 先把貝殼全部撿起來 還有這裡 然後右邊希望有很多的貝殼喔 我們就可以撿回去賣了 這邊有什麼呢 又有書囉 好這邊有珊瑚 有一顆 還有嗎 有兩顆了 這邊又有蟲蟲 鹽土 哇可惜只有兩顆有點少 嗯好吧我們就賣給這個囉 我們直接去賣給Vully了 然後再去找皮爾 看能不能買一點東西囉 想要把一些玉米來種耶 對啊 因為玉米可以生存到這個秋天 感覺很值得種 嘿Vully我來囉 來這個賣給你 這樣有多少呢 有九百塊囉還不錯耶 現成的錢啊 好馬上再去買 皮爾我又來啦 哇這邊又有花耶 趕快撿起來 又是一顆玉米了 好趕快去去囉 希望她不要關門 嘿Lia你也來喔 Vully有說 啊 只要聞到這個空氣中 飄散的這個 花蜜的香味 你就知道夏天來到了 真的嗎 我聞一下 嗯 感覺好香耶 真的耶 好順便給阿菲哥打個招呼吧 這個情敵 是的 又對我很兇了 是的 好阿菲哥有說 夏天到了 真是真不是我最喜歡的季節啊 好沒關係 我不在乎你喜歡什麼 好看一下喔 玉米我買個幾顆呢 買個五顆吧 因為錢真的不太夠阿 然後像日葵呢 只能買一顆 有夠可憐的 真的是 讓我們學到教訓啦 錢不能亂花 要精打細算 好吧 那我們去找一下這個 Sam囉 然後再去找一下館長 把東西捐進去 然後呢 再順路往上找 欸 找誰被阿斯汀嗎 還是要先去找那個阿 去找誰呢 Sam不在家耶 哇 Sam去哪裡啦 可惡 宅宅夏天也出門了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囉 我們先去圖書館 追一下東西好了 對啊 奇怪 Sam居然出門了耶 這個夏天到了 他還覺得他應該出來動一下了嗎 出來 下一下太陽 好吧 那我們只好先去捐東西囉 先去圖書館 哇 Olex你在幹嘛 在賣冰淇淋耶 可是一個要兩百五 我們太窮啦 來不及 下次再給你光顧囉 館長 我今天有好東西要賺給你喔 有這個石英 放到這裡 哇好獎勵耶 還有這個玩偶 玩偶呢 放到這裡吧 給玩偶 烤火爐 很有心的獎勵囉 還有這個古老的種子 放到這裡了 哇有心獎勵耶 今天連續有三個新獎品耶 也太好了吧 有什麼呢 有這個 有這個羊桃耶 青青水果的種子 羊桃耶 羊桃種子 還有這個古老的種子 還有古老種子的這個配方喔 還有金洞耶 有這個紫水晶的金洞耶 哇感覺很好耶 好不錯喔 館長你今天好大方喔 你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這個終於覺悟了嗎 這個這樣才對嘛 做人不要這麼吝嗇 好這邊也有花囉 馬上撿起來 對啊奇怪的 SAMM去哪裡啦 嗯 那我們去上面逛一下吧 順便去看一下 Sebassian在不在家囉 又是你情迷 Kavin你也在觀察我吧 看我去哪裡嗎 放心 我絕對不是要去找Sebassian啊 才怪 好我往上囉 這邊有東西可以踩嗎 喔沒有 好沒關係 哇來到這個山上 感覺空氣比較新鮮耶 Hey Rodan 好吧 偶爾跟媽媽打個招呼 給他一點好印象 木頭就是一個美好的一種 東西啊 他非常的 自由度非常的高 又很便宜又很強壯 那每一塊木頭呢 還有他獨特的一些特質喔 這個 你愛上木頭嗎 嘿 Sebassian 哈囉 哇 Sebassian說 告訴你個秘密喔 SAMM非常的喜歡披薩 他超愛的 這個你要吃東西是不是 我也可以一起吃嗎 你要吃什麼呢 我看一下喔 果然啊 來到廚房吃東西嗎 嗯 我也可以來一份嗎 不能喔 好吧 那你自己吃吧 那我們就走囉 那我們去往下吧 我們去看一下攝影好了 然後再順路回去囉 然後順便看一下 Sam到底在哪裡啊 奇怪 剛到海邊也沒有看到他啊 Sam感覺真的是超級難找的耶 嘿Penny 是不是給Penny老個天吧 Penny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地方呢 嗯 天氣非常的好啊 是不是呢 真的 天氣超好的啊 讓你覺得咸清氣爽 口氣當中還飄散著這個花膩的香味喔 甜甜的 Sam在這裡嗎 沒有 好吧 我們去Sam家裡賭他好了 這個變態 變態再度出現 嘿 Sam沒有在家嗎 而且啊 這個氣血變化之後啊 每個家的門口都會布置不一樣的東西耶 超酷的 Sam還是不在家耶 哇 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辦呢 總不能正在他家門口等到晚上吧 嗯 我們先去酒館看一下好了 聲音下班了嗎 先去找聲音聊個天囉 欸Sam出現了 Sam你去哪裡啦 哇 莉亞打招呼耶 該不會你這個目標 轉移到莉亞身上了吧 Sam 嘿 你怎麼樣呢 Sam 嗯 我還不錯喔 你呢 我肚子很餓 嗯 我有東西給你吃嗎 哇 我沒有東西耶 Sam你喜歡花嗎 感覺他不喜歡耶 算了 我們還是有東西可以給他收 再找他好了 好 Sam也說好喔 他說下次再見囉 好的 Sam我們下次帶這個好喝的飲料 好吃的披薩 再來找你囉 那我們去找聲音吧 好 Sam 你在嗎 在喔 好不錯 嘿 哇 Sam真的是對我們破冰了耶 Sam說 嘿 如果這個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我可能有點粗魯啊 有點沒禮貌 這個 我感到很抱歉 哇 Sam 你開始接受我們啦 Sam說 這個 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 適應對陌生人講話 哇 我真的太感動了 Sam 你要來一朵花嗎 我覺得他不喜歡呢 我們還是留著好了 Sam 下次再見囉 好 我們就回家吧 把東西種起來 好 那我們回到家囉 那我們先把 哇 我們這個好了耶 這東西我們全部賣掉好了 因為我們需要錢啦 原本想要留著 結果呢 我們錢超級不夠的 所以只好賣掉囉 我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呢 這個果醬類呢 我們都把它賣掉吧 嗯 黏土先收起來 這個 那我們這個種子 要給它種起來嗎 嗯 好吧 我們也把它種起來吧 那我們這個 珊瑚感覺可以賣咯 這個也是耶 不過我們包包有點滿 這個銀牌給賣掉好了 還有這個珊瑚也賣掉 還有這個醃漬品 還有草莓果醬都賣掉囉 這樣怎麼就有錢 可以種更多的東西了 好那這次呢 我要記得 我要先做一些這個 肥料 哇 我們樹林好少喔 嗯 怎麼辦啊 只能種一點點肥料耶 還是我們 我們 我們來砍點樹木呢 對啊 因為我希望說 我種的東西都是 品質好的耶 讓我們砍點樹木 再來種植好了 好那我們砍點樹木囉 那我們旁邊這邊 先從這邊開始 如果說這個肥料 我們真的沒辦法 拿到那麼多的話呢 至少啦 至少這個 會連續成長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撒肥料 像是這個藍莓啊 還有這個 玉米啊 會想要冷靜的 會一定要有肥料 我們才要給它 種下去囉 會感覺不划算耶 這邊 再砍一顆 哇 這個夏天到了 旁邊的植栽 感覺也不一樣耶 哇 蝴蝶耶 彩色的蝴蝶飛出來耶 好美喔 這個我們包包滿了 嗯 好吧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拿囉 好 那我們砍了之後呢 拿到這個 48個 可以做這個 24個肥料 看夠不夠囉 這個包包先清一下好了 好滿啊 這個先不用了吧 跳魚乾也先不用了 好 那我們做一點肥料囉 這個 嗯 在這裡 來做一些 如果說呢 沒辦法的 我們就先不要種植了 我們先 嗯 規劃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種什麼呢 我們來種一點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這邊我們種這個藍莓好了 那我們的藍莓也有二十顆 哇 感覺這顆肥料真的很不夠耶 好 這邊挖好了喔 肥料就給它鋪上去了 然後藍莓就給它種下去囉 好 因為這個是會一直成長的嘛 所以想說 一定要有肥料啊 要不然太不划算了 好吧 接下來我們的玉米五個也一定要有肥料 還有我們的這個 哇 這個辣椒也是耶 是不是一直長耶 那我們的香瓜怎麼辦啊 香瓜我們是要金牌的耶 要不然我們香瓜明天再種吧 還有這個啤酒花 好 真的是浩南驅神 好 我們這個啤酒花呢 放在這邊嗎 放在第一排 放在這裡 其實想要多種一些耶 可是 不太夠啦 我們錢真的不夠了 好 這邊是種我的啤酒花囉 那它的前面呢 種什麼呢 我們玉米種在下面 好 玉米種在這裡 這邊種個喔 哇 體力喔 不夠了 好 玉米種在這裡 嗯 要不然玉米不要用肥料吧 我們肥料是10個用在哪裡呢 用在 要不然用在我們番茄上吧 番茄也是會持續成長的喔 那我們吃點東西 這個體力又不夠了 好 那我番茄種這裡吧 這邊放個五根 好 然後肥料給它撒下去 這邊 番茄給它種下去囉 不過今天感覺我們來不及澆水耶 還有五個玉米我們就放到這裡好了 這個就沒有肥料了 那還有五個呢 我們種 嗯 這邊種什麼呢 要不然這邊來種一個 辣椒嗎 還是我們的香瓜呢 香瓜感覺應該要種耶 可是香瓜我覺得需要肥料 不然先種五個辣椒吧 好那我們看我們體力可不夠澆水 先把這個交下去 哇要去睡覺了 我們快要進床上睡覺了 好我們趕快去睡囉 差點葷子在自己家園裡了 好那我們就先玩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追求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掰掰 拜拜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見到你們 我要關注 管轄 實在 我們很多 fractional 冒壓力 很漂亮 hashtag